哈喽大家好,我是琳达,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一个不要脸的视频 因为大家知道我呢,刚刚做了手术 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就是长时间的坐在那边 好好地给大家录视频 所以呢,现在大家看不到 其实我是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在坐着 然后呢,我的脸呢也基本上没法见着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录一个不露脸的视频 那这个视频呢,是关于我的手杖 如果大家看过我其他的一些最爱分享啊之类的 可能都见过这本东西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手杖 然后有同学呢,说要求要看一下我这个手杖 我是怎么记录的 我是怎么,就是在做这个计划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刚好不需要露脸 所以呢,如果大家不喜欢看这个视频呢 可以等我下一个 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然后,有人要求我要做的 所以我今天就来做一个我的手杖的分享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手杖 这个是一个就是,叫 Aaron Condren Life Planner 很多这个手杖界的朋友呢,都很喜欢这一本 因为它确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呢,对于我们有一个名字叫 Glam Planning 就是把这个手杖呢,装饰的特别特别漂亮 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去装饰它 这也是我的一个,除了彩妆呢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嗯,兴趣爱好吧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手杖好了 这个手杖呢,就是这一大本 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很厚 然后呢,我现在买的呢,是18个月的 嗯,它有这个12个月和18个月两种 嗯,我下一次买呢,可能会买12个月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厚了 就是你装饰完了以后就变成厚厚的一本 那它的这个封面呢,是自己可以订的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封面 然后这个封面呢,可以取下来 然后这个呢,是它原来自带的这个封面 然后你可以去买,就是订购不同的种类的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是它的去年的限量版 是一个玫瑰金的一个,这个,嗯,这叫什么呀 就是钢丝,呃,卷成 就是,就是这个部分,是玫瑰金的 然后这个部分呢,是香金的这个,这种 然后,呃,你可以去自己去,嗯,定 就是说你可以上面写任何字都可以 那我就写了我自己的名字 下一个,我觉得我要订的话呢 我可能会写我的,嗯,YouTube上面的这个用户名 就是Miss Linda Y 嗯,那,它就是这样 里面呢,就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限量版的呢 它里面也有这个玫瑰金的这个 嗯,这叫什么啊 封,封三吧,还是封二,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有这么一张 然后很漂亮,然后这里呢 我有,啊,我有写我的电话号码 所以先把它挡住 呃,然后呢,这里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啊 什么电话号码什么的写上 然后呢 呃,这里呢,就是一个 嗯,我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这边呢,就是,呃,一些,嗯,留,就是 明言什么的,座右鸣什么的 完,我就觉得也挺励志的 也蛮好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全年的一个日历 呃,它是从,呃,15年的7月到16年的,呃,12月 因为它是18个月的 然后我这边呢,就基本上记录一些 嗯,就是经期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记录那种 比方出勤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每一天就全年可以一目了然的 呃,比较好,呃,但是我近,近几个月都没有再记录了 所以,这边什么都没有,呃,我没有怀孕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些,嗯,你可以写一些自己 就是今年的一些,呃,plan啊,然后一些,嗯,像我呢 我就有写work life relationship什么的 然后我有给自己定一些目标呢,什么的 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还正在进行中 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蛮好的 因为你坐下来写的时候 一开始我想呢,是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的 可能就是,啊,那个多赚钱 然后,呃,事业也兴隆 然后,啊,那个,呃,婚姻也幸福什么的 就这几样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是我真的坐下来想一下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所以呢,呃,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帮助你就是,呃,做下来好好的计划一下你今年的一些目标啊什么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它每一个,呃,月呢,就是,呃,月初呢,都有一个这个monthly view 就是一个整个月的 那这个地方呢,我一直都利用的不是很好 我想呢,呃,就是,再好好计划一下怎么样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其实我是一开始想呢,说,把这个地方呢,做成我一个,就是,我每一个房子呢,它在销售的过程中都有一些步骤,一些,呃,比较重要的日期啊什么的放在这里 但是一直都没有去真的利用起来 然后它每个月之前呢,都会有一个,一页这个,就是,记事的一页给你,就是,记录一下,呃,就是,这个月啊什么的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可以记笔记,这样 然后,下来呢,就是,我先给大家看空的好了 嗯,OK 这个呢,是一页空的 空的呢,它大概就是这样 它每个月呢,都有一个不同的颜色,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色呢 因为,它今年初的新的呢,有一个是完全黑白色的 啊,然后呢,它今年初的颜色呢,都比较暗 不像,呃,去年的那么鲜亮,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所以呢,呃,它,就是,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特别漂亮 然后,每一个月呢,它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主题色 像,呃,那个,十月份,因为是,嗯 秋,呃,那个,秋季嘛,而且是万圣节啊,所以它就是成色的这个 像,呃,在那个,呃,像二月份呢,它就是这种红色跟粉色的这种色系 所以呢,它就是,每个月都有它一个不同的颜色 它在最后边呢,会给大家很多这种记事的地方 做笔记的地方,然后我也会,就有时候做视频要写一些笔记啊 我也会写在这边,像这个就是我粉底的那个视频 但是大家不要看我的那个字写的太难看了 简直,呃,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些就是 格子的这种纸,这种纸呢,很好用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大家要,需要做一些,比方空间的一些计划啊 比方说,画一个,呃,家里头房间的一个图纸啊 然后,什么东西摆哪里,这种格子的这种特别好用 呃,然后像它这上面的一些铅笔的涂鸦 我也觉得蛮漂亮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空白的 就完全没有格的一些,呃,笔记,呃,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是2017年的一个日历 然后呢,嗯,这里呢,best is yet to come 然后这里呢,它有一些自带的一些贴纸 比方生日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可以把那边 就贴在我们的这个,嗯,这个,就是plan的时候 可以贴在这边,然后,嗯,它这个,呃,贴纸呢 这个,嗯,宽度呢,完完全全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啊,也是蛮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贴纸 然后还有一些空白的一些贴纸 啊,然后这边呢 它有一个,嗯,我这个已经拿出去了 它有一个,呃,无限循环的一个日历 上面呢,就你可以记录一些人的生日啊 或者是一些纪念日啊,什么的 啊,周年呢,一些比较重要的日期 这样的话,你每一年呢,就不用重新写了 然后你就把那一个,呃,小日历呢,拿下来 然后放在你下一本的那个计划书里面 也是蛮贴心的 然后最后面呢,它有一个这种,呃,透明的袋子 然后里面可以装一些笔啊,或者是一些 就是,呃,在这里可能容易比较容易掉的东西 然后可以在这里的 因为它是一个,嗯,就是有这种拉链的地方 所以呢,就是可以把它封起来 然后放在这里面,也蛮好的 这个呢,就是我第一次去用这个计划书来做计划 然后就还很没有经验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弄 然后就弄得好像特别乱,特别满一样 嗯,然后呢,其实它,嗯,基本上呢,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正好呢,那一个礼拜呢,是我,呃,当时的男朋友 现在的老公跟我求婚的那一个礼拜 当时刚好是,呃,独立节,呃,7月4号 然后跟我求的婚 所以呢,我当时已经把这整个,就头一个礼拜 已经把这整个都计划出来了 然后它给我一个措手不及,我又加了几个贴纸在上面 那我呢,就是用一些不同的贴纸啊 然后像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画的 反正就是一些涂鸦什么的 然后来做装饰 然后它,嗯,就是我就,我就很喜欢这种计划的方式 因为感觉很,很开心 就是把一件本来很,嗯,不好 就是很,很闷的事情 然后把它来做,就是变成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来做 然后呢,呃,基本上呢 它就是一周,从周一到周日 这个我很喜欢它这样 因为很多的,嗯,那个计划书呢 它都是从周日到周六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要把周日就放在这边 然后刚好呢,这边呢,就是周末的两天 然后这边呢,就是周一到周五 然后基本上呢,我现在呢,就第一次呢,是很乱很乱的 没有什么系统什么的 所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循序渐进的一个,嗯,过程 然后这边呢,就是稍微好一些了 就是比较的,嗯,清爽了 看上去,就是反正头几个礼拜都是挺乱的 然后越到后面呢,就是越比较有系统 然后就越清爽这样的 然后,嗯,像比方说 嗯,这个礼拜呢,就看上去就比较舒服了 然后像这边呢,就更好像清爽 就很多白的地方 那很多人呢,他用这种planner呢 他做这种这样的计划呢 他不喜欢,他装饰的时候不喜欢留白的地方 那我是没有那么的,呃,要求那么高 所以有一些留白的地方也OK,我觉得 然后像,就是嗯,每一个礼拜呢 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然后呢,嗯,我也不是每一个礼拜 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每个礼拜都做 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呢 就,呃,比较忙 然后就不会去做 然后,像有的时候呢 就是某一些,某一个,某一周呢 我都会,就是比较喜欢 像这一周呢,我就蛮喜欢这个色系的 就看上去很舒服 呃,然后这个礼拜呢 是一个紫色的色系 反正每一周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色系吧 像这个礼拜呢,刚好是万圣节 所以就是万圣节的一个主题 嗯,像这边呢 就是这个蓝色系我也蛮喜欢的 嗯,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给大家找一下看看 是我做了一个 好像那个叫什么 小黄人的那个 对,这个 这一周我特别喜欢 就是都是小黄人的一个主题 OK 嗯,然后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大概其实怎么去plan的吧 那一般呢 我就是最上面的一排呢 因为它是这样竖着的 嗯,那个Aaron Condren呢 它出了一个是横着的 大部分人呢 可能都比较习惯是横着的 但是呢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竖着的 就看上去 就我觉得一目了然吧 嗯,基本上呢 我最上面呢 就写的是to do 就是意思呢 这一排呢 都是每一天我要做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跟工作有关的 就是工作上面比较需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管是发email啊 还是需要follow啊 遇一些事情啊 需要,就是很多 嗯,就是需要做的事情 我都把它写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一个部分 那中间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的appointment 那appointment呢 就是基本上跟客人约的呀 或者是跟,跟谁有约 就是需要某一个时间 特定的一个时间 去哪里要做的一些事情 我就把它放在这一边 这个区域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些比较私人的 就是,啊,我会比方说 记录下来 我今天就是可能 我,我想哪天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嗯,这里你看 就是做,做什么泡泡浴啊 什么的 然后做个指甲啊 然后,呃,有的时候呢 像这边呢 我就有一些,呃,今天要收的一些 呃,package 要收的一些包裹 就是有,因为我经常网购 所以呢 都会时不时的有寄东西过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醒我 今天要,啊,有什么东西要过来 然后呢,呃,我会把一些 就比方说运动啊 今天要做运动啊 什么的,就是 就,呃,写下来 这样的话就,呃,自己可以 给自己做一个督促 我觉得,尤其是做运动这种事呢 就是很难去,呃,坚持的一件事情 我在,就是怎样坚持健身那个视频呢 也有给大家写,呃,就是讲一下 我觉得把它写下来呢 给自己一个督促 就是,我感觉就是 只要你,我写下来的东西 我就必须要做 然后呢,这边呢 我没有,呃,就是整一个礼拜 没有全部记录下来 但是这边呢 我就记录下来 要,呃,喝一些水 因为我希望呢 每一天都可以喝最少八杯水 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地方呢 贴一个贴纸 然后就记录下来 我每天喝了多少水 然后督促我去喝水 因为我这喝水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边的一个区域呢 就是这中间的这个区域呢 基本上就是我这个礼拜 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并不是说 某一天必须要做的 如果是某一天必须要做的 我就在这个区域 或者是这个区域 把它列下来 但是这些呢 就是我知道这个礼拜呢 如果有时间就要把它做了 但是呢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我就会把它列在这个地方 啊 比方说我需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我需要去哪里 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就是一些比较不那么重要 但是有需要做的东西 这边呢 我有一个habit tracker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 嗯 我每天呢 都希望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然后比方说 每一天要叠被子 然后我就会把它打个勾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嗯 就是这样的话 比方说每一天 碗必须要洗 然后或者是衣橱 必须要保持整洁 我都会把它啊 记录在这里 然后每一天如果我有 比方说今天有叠被子 我就会打个勾 然后这样的话呢 也是给自己做一个督促 这个呢 就是我大概齐 我的plan的方式 啊 然后呢 我基本上呢 周末这个区域呢 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比较空白的 因为啊 周末呢 我就喜欢 不那么把自己弄得那么忙碌 除非呢 我是有appointment 很多时候呢 周末要出去带客人 所以呢 也是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我就基本上不安排事情 然后就比较随心所欲 因为都是跟老公在一起 花的时间 所以呢 就好像就想比较不随心所欲 除非那一天特别有什么事情要做 或者呢 我是就比方说要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啊 什么的都会列在这个区域 然后像这里呢 我就有一个这个好像一个电影的一个看板一样 然后就是想就是基本上我去我们出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都会贴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他把你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记录下来 而不是说必须要好像工作上的事情 有的人说那我没有像你那么忙 然后我没有我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回家 但是其实其他的很多事情也可以记录下来 比方说这里呢 我会有一个我们家是周五收垃圾 所以呢我在这会放一个垃圾桶 因为周四晚上呢要把垃圾桶放在外面 这样的话周五人家早上就可以来收 就是很多生活中的小事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包括很多人呢 他我是不太做 但是很多人呢他会做meal plan 就是每一个嗯 每一天呢他会计划他今天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都把它写在写下来 然后呃就会就一日三餐要吃什么 就是头头一个礼拜都把它计划好 或者是呃就很多人呢他会去做追剧 就比方说哎周周二什么什么呃那个吸血鬼日记要出了 然后他也会在这贴一个小的一个提醒 就是提醒他周二会有这个追剧 但是当然呢我觉得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 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像我这么疯狂 然后弄一大堆这种贴纸啊 然后把它弄得那么漂亮什么的 但是即使是你只弄一个就是留就是空白的这样 只是把它每个每天要做的事情写下来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因为即使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呃那个这个planner也很很漂亮 所以呢嗯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呃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我可以把那个一个链接给大家放在下面 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对自己有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让你生活啊更加规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去 即使是不用这一本也呃弄一个手杖 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 可以好好的整理一下 嗯这个对就是日常生活我觉得都蛮有帮助的 嗯我看到还有哦这个关于贴纸呢 很多很多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我那你的贴纸是从哪里来的 基本上我都是自己嗯 有卖的市场有卖的市场有卖尤其是这个Aaron Condren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手杖所以呢 基本上你去essy的那个店里面就是很多很多大把人去卖专门为他做的这些贴纸 但是我呢嗯不想花那么多钱去买 基本上呢我都是自己去嗯自己做的然后呢我去把它剪下来 我就是用那种嗯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就是我是用这种一张一张的这种整张的这种贴纸的这种纸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它裁下来这样嗯这样自己来用的 所以我的很多的这种贴纸呢都是我自己嗯自己就是打印出来然后自己做的嗯但是呢就是呃大家也可以去买 我也有买过一些但是那个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呢我不想说啊每天就是每个月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些呃很贵的贴纸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做而且这个呢是我嗯就是也是发挥创意的一个渠道吧跟这个我的彩妆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让我可以发挥创意的一个渠道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做这个呢也是一个呃这也是一个原因 嗯那我觉得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后这个是我已经呃计划好的下一周的一些计划那因为我正在手术康复时期所以呢基本上呢我就没有什么每天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基本上呢处于呃没有在工作的状态除非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事情需要处理一下所以呢基本上我这个这个礼拜就下个礼拜呢就是做一些啊reminders 啊然后to do啊就是一些比较啊就是一些比较啊归类的事就是我把它归类一下类然后呢这个不是可能不是说今天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我就把它呃归类为就是呃这个下个礼拜基本上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呃跟大家提一下的就是呢我下个礼拜呢我给 呃我定的这一天去归那个Q&A就是我的那个大赠送之后的一个follow up的一个视频因为呃呃在我大赠送的那个活动中呢很多朋友有问一些问题 所以我这一天会归争取这一天归完然后剪辑完然后上传都在这一天可以完成但是我要看我身体的状况因为这一天呢20号呢是我这个呃大赠送呢就会出这个呃出得奖的名单所以呢现在还有时间如果大家还没有去参加这个活动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加然后大家都呃呃祝大家好运呃那这一次呢就是我的这个手杖的一个介绍不知道大家喜欢喜不喜欢这种视频如果大家喜想让我出一集plan with me就是看我边跟大家讲解边给大家去呃做这个计划然后怎么做装饰啊什么的大家也可以呃在下面给我留言然后我可可能会再出一集呃呃 但是这个就是跟我平常的视频比较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好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我希望大家嗯去我的微博上然后找我的那个抽奖的那个微博然后去参加活动抽奖啊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